有一个特别诡异的事儿 很难让人理解 今天的犹太人在加沙杀人 而国际上呢 却隆重纪念犹太人被杀 您说这反差大不大 这边的以色列人在杀人 这边呢世界各国在纪念的犹太人被杀 一个是历史问题 一个是现实问题 叠应到一起来 猴子吃麻花满宁啊 1945年的1月27号 苏联红军在佛兰奥斯威新 解放了一个纳粹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 后来嘛 许多国家都把这个日子定为 犹太大屠杀国际纪念日 往年你就纪念就完了 但今年这个大屠杀纪念日和往年明显不同 因为那些遭到希特勒疯狂屠杀的 犹太人的子孙们 正在进行着另外一场大屠杀 已经上了国际法院 南非控告 以色列在加沙 种族灭绝 在加沙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犹太国 以色列 对居住在这个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 以种族灭绝式的暴行 几乎摧毁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建筑 杀死了1万多儿童 杀死了100多联合国工作人员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最新消息 截至到2024年的1月26号 加沙已经有26083人死亡 有6万5千多人受伤 220万人面临着饥荒 联合国大会是在2005年 11月的时候通过了一个决议 这个决议正是1月27号 定义为犹太大屠杀国际纪念日 我现在不知道呀 在美国的操控和阻拦之下 联合国什么时候才能够通过一个决议 将一年当中的某一天 设定为巴勒斯坦大屠杀国际纪念日 纳粹屠杀犹太人你搞了个纪念日 那今天你犹太人屠杀巴勒斯坦人 为什么不能有个国际纪念日 联合国大会多次开会谴责以色列的暴行 现在据我明显讽刺意味的是 犹太大屠杀国际纪念日 是犹太人被杀 而巴勒斯坦大屠杀国际纪念日 正是当年被屠杀者的后裔屠杀别人 联合国决议说 在犹太大屠杀当中 全球三分之一的犹太人 以及许许多多的少数族群遭到杀害 因此这场大屠杀将永远警示全人类 凸显仇恨不宽容 种族主义歧视的危险性 2006年联合国秘书长还是安南的时候 联合国举办纪念日活动 安南说了大屠杀造成的空前的悲剧 后果无法逆转 因此必须羞耻之心 与警觉和纪念 今天的以色列人羞耻了吗 可悲的是今天的以色列人 非但毫无警觉和愧慧愧慧慧恨恨之心 他们已经纱红了眼睛 他们兽性大发 他们根本不把巴勒斯坦人当人 他们的口号是 我们杀的不是人 我们杀的是人形禽兽 更因为美国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 双向精神控制 彼此紧紧的套在一起 美国拼命阻止联合国 做出谴责以色列的相关决议 而且美国联络相关国家 阻止对加沙苦难百姓的 人道主义援助 刚刚看到一则消息 美国决定暂停 向援助巴勒斯坦人机构提供资金了 加沙人的生命线积极可畏 如果说发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 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已经载入历史 我们要汲取的是历史教训的话 那21世纪的今天 以色列国防军在以色列 内塔尼亚湖右翼政府的领导之下 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 则是每时每刻每天都在进行 包括我做节目的当天 你与其纪念犹太大屠杀 与其掉眼泪不如实实在在 为拯救巴勒斯坦难民 做一点什么 特别是那些可怜的孩子 特别是那些无助的妇女和老人 巴勒斯坦人承受着以色列国防军 无差别的轰炸 被驱赶出自己的家园 断水 断电 断药 断粮 断网 丧尽天良的人间惨剧 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身处战争和流离之所危机中的 200多万加沙人 赖以维持生命的援助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建国之前 1948年的时候 联合国大会通过一个决议 设立了近东救济工程处 就给巴勒斯坦难民直接救济 就是一个工程项目 救济工作包括教育包括医疗 包括提供基本的生存的条件 后来有了小额贷款紧急救助等等 联合国这个救济工程处的资金 全部来自联合国会员国的自愿捐款 也就是说现在在以色列国防军的狂轰滥炸之下 救济工程处是加沙的主要的人道主义机构 没吃没喝没穿没住的 这个加沙人现在就靠着这么一个机构 给他们最简单的一点生存的条件 200万人就依赖救济工程处 现在这一轮杀人行动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了 许多人都在挨饿 饥荒迫在眉睫 问题是以色列一边杀人一边制造谣言 他们把救济工程处说成哈马斯 而美国人很愿意听信这样的谣言 拜登就很愿意 拜登曾经以美国总统之尊 传播以色列儿童被集体斩首的谣言 居然说他看了照片了 照片在哪呢 拜登还为以色列凶手作证 说那医院被炸 2000磅炸弹从天上掉下来的 不是以色列国防军干的 最新的事情是周五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 就南非指控以色列 在本轮战争当中违反 种族罪公约 做出了判决 要求以色列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 防止发生灭绝种族的罪行 这个法院还要求以色列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提供紧急的基本的服务和人道主义援助 救救这些巴勒斯坦老百姓 以色列对这种裁决根本就不理不睬 他们甚至扬言联合国机构没有生存价值 以色列驻联合国机构的代表说 联合国没有一盎司的价值 他们甚至当面指着骨头类似的鼻子 叫他立刻下台 哎呀这期节目说的差不多了 反正中国的公知几十年来一直宣传西方价值观 很多中国老百姓差不多都已经相信他们代表真理了 以色列更是在犹太资本控制的媒体上 印出了无数温情的故事 在中国的小学生课本里都有啊 知道吗 他们打造关于犹太人的可爱的人设 但是以色列这场大屠杀彻底把自己的脸涂花了 他们抽自己的嘴巴把脸打残了 他们没有办法把他们自己打造的那些可爱的人设 和血腥的现实统一起来 也没有办法阻止全世界人民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行动 屠龙者变成了恶龙 故事反转的那么突然那么强烈 我估计这一点美国人没有想到 以色列人也没有想到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斯马兰 再见